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趣的是这艘飞船就叫做万有引力号 然后啊 这个Kip Thorne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这样 说你如果要谈发射啊 你可以认为引力波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但是呢 因为它可以传遍整个宇宙啊 但是呢 你如果要谈接收 这个引力波就一种非常糟糕的方法了 因为你要探测到它实在是太困难了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技术性的问题是说 按照我们的这个粒子物理的理论呢 引力是由引力子来传播的 这是一种微观粒子啊 那我们现在既然探测到引力波 那是不是也快探测到引力子了 然后人家的回答是说 我们的理论说明呢 这个引力子的数量是如此的巨大 以至于你几乎不可能探测到单个的引力子 所以我估计是我们这一代是看不到啊 你这一代应该也看不到 你的再下一代估计也看不到 其实作为吃瓜观众啊 比起这些科学知识 我可能更想八卦一下 三位诺奖大师 他们的人生感 无人生体验啊 这三个人呢 他们确实考虑到大家的这个需求了 这三位老先生呢 你看全世界去寻演 我都不说寻讲了 他们确实到处去演出的啊 那第一个人 瑞奈威斯 讲科学 讲这个引力波的原理 第二个人 Berry Barish 讲管理 他是讲这个项目是怎么推进的 然后第三人呢 Keep Soan 他是这三个人当中唯一一个理论奖 他就有意思了 他来负责讲鸡汤 所有的这个心灵鸡汤啊 人生八卦啊 全都是他来讲 他讲的第一个鸡汤呢 就是他在13岁的时候 就是1953年 他读到了一本书 从此之后 他又立志投身课程 这本书叫做什么呢 《从一到无穷大》 然后这本书的作者呢 叫做John Garmel 是一个美极俄裔的物理学家 是大爆炸理论提出人之一 这我也看过这本书啊 《从一到无穷大》 确实是非常经典的一本科普作 我向大家所有人推荐 然后第二个鸡汤呢 是在这个加州理工学 上大学的时候 你说这个人啊 他这么聪明 然后就又是在一个 这么著名的学校 这应该看起来是如鱼得水 这个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结果偏偏不是啊 Cable Song的感受呢 是说哎呀 我发现很多同学都比我聪明 我的压力好大 以至于说I struggle 我挣扎了一番 他怎么个挣扎法呢 他是说他又坚持用自己的方式 去学习物理 理解物理 他写了很多笔记 然后现场还给大家展示了几条 当年是怎么用自己的方式 去证明定理的 然后最终呢 他的这些奇怪的办法 都得到回报了 他对这些物理问题呢 都获得了更加透彻的理解 所以这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啊 就是你如果按照 普通的这个观点看起来呢 这个Cable Song 他肯定是个学霸嘛 但是这个学霸呢 讲的确实一个 其能捕捉 笨鸟先飞 这样一个性质的故事 所以你看 我们对于科学家的宣传啊 整天讲什么学霸学神的 我觉得这个 其实把重点给带歪了 我突然一看啊我反正天风不行 我干脆不学了 这样效果不是非常负面吗 所以你真正应该多宣传啊 是这个学习的精神 和学习的方法 然后呢 这个Cable Song 来给大家讲 这个引领波探测的历史 谁最早开始干这件事情了 是一个美国的物理学员 叫做Jotter Weber 然后他在60年代就开始了 然后他的办法呢 是用铝棒来探测 所谓韦伯棒 实际上呢 大家现在普遍认为 他这个技术路线啊 这个精度不够 根本就不可能探测到引领波的 但是韦伯认为自己看得到了 他满世界去宣传 直到他去世 他都一直认为他自己看到了 但是大部分是不信的啊 但是呢 大家还是非常感谢他 因为呢 如果没有这个人的话 根本就不会有人认真考虑 探测引领波这件事了啊 你要问科学家 说你怎么看引领波啊 大家回答肯定是 嗯 这个东西在理论上是存在的啊 但是呢 他的效应实在是太小了 在时间上去探测他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就直接pass他 来下一个问题 只有这个Jotter Weber 这人是个偏执狂 就是俗话所说 只有偏执狂状的生存是吧 然后他就说 我就认为探测引领波 是在人力可及的范围的 然后想了什么办法来探测他 然后就引起了科学界 对于这个目标的兴趣 所以啊 当引领波探测到之后 所有的这些领导人 都向乔斯科Weber 他的遗孀啊 表达了敬意 就让我想起胡适的两句话 成功不必在我 而功利必补唐娟 乔斯科Weber呢 就是达到了这样的境界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三个人啊 这个Rena Weiss呢 他在刚刚开始做教授的时候 他又决心要跳到 引领波探测这个大坑里边了 他就把这个作为 自己毕生的目标了 这个Kip Saund呢 他就不是这个样子 他正好相反 他刚开始做教授的时候 他是不相信 人类能够探测引领波的 因此啊 他还跟这个Rena Weiss 进行一番辩论 他希望把这个Rena Weiss 说服过来 结果你猜怎么着 他会说服过去了啊 从此之后呢 他又决心 付出自己全部的努力 想尽一切办法 和Rena Weiss这些人啊 一块来实现这个目标 然后他们这样奋斗了很多年 这个四处去要钱啊 这是奋斗的主要内容 他们终于搭建一个装置 叫做LIGO L-I-G-O 就是激光干涉引领波探测仪 但是呢 这个之后马上就来了 就是科学家啊 一般并不是擅长做管理的 然后呢 这个项目就推进的很慢 然后困难重重 以至于有一段啊 这个美国政府 对他们失去的信心 说不给钱了 幸好啊 这个时候他们引进了一个 非常少见的 一个科学家当中 擅长做管理的人 就是Berry Barish 然后呢 他把这个一个大型的 国际合作项目 给整理仅仅有条 其实主要是把这个 MIT和Curtech 这两个对头学校 给融合到一块 让他们能够合作了啊 这个最初啊 这个LIGO呢 它分明是不够的 所以它探测了很多年 结果就是一个零 什么都没有 所以啊 说美国政府 对他们都失去信心 说只给你们 最后一次机会啊 但是呢 他们抓住了 最后一次机会 他们在2015年9月 把这个系统升级为 所谓 Advance的LIGO 先进的LIGO 然后呢 这次系统升级 把这个分辨率 提高了10倍 升级之后 刚刚运行的两天 就探测到了信号 他们一开始 还不敢相信啊 就发现就是真的 真的是两个合并 两个黑洞合并的 信号给传过来 就是所谓 幸福来得太突然啊 但是呢 你想一想 人生也往往如此 这就好比烧水嘛 你烧到99度 都不开 但是呢 你再坚持烧下去 再提高一度 烧到100度 所以就开了 所以很多事情都是这样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盘 然后呢 他们还怀念一位 当年的战友 就是这个LIGO团队 最早的一位开创者 这个英国物学啊 叫做Rona Drewal 但是呢 他在2017年的3月7日 去使用 享年85岁 诺贝尔奖 只能发现活的人 所以这个Rona Drewal 他就是这样 与诺贝尔奖 实际交别 实际上啊 我们来看得奖这三个人 Rena West Barry Barish 和Kib Salt 他们三个人年龄呢 也分别是85岁 81岁和77岁 所以啊 你可以明白 2017年的 很多人物学家 为什么收入这三个人 这是一个抢救性的颁奖 这是众望所归啊 而且大家都看着 你如果你还不赶快发 这些人要是再走一个 那遗憾不就更大了 所以你看这样 三位老人家 他们仍然为了科学 四处奔走 向世界各国人民 去传播科学的知识 和科学精神 这多么令人敬佩啊 当然那个出场费 也不会少的 然后我说这个 大家这个问的问题啊 这个并没有特别有趣的 这是因为他们问的 最多的问题 都是这种鸡汤式的问题 就是说 你们艰苦工作了几十年 你们有没有想过得奖啊 你们有没有想过要放弃啊 这问题问题太没水平了 是吧 我都可以替他们打 我都知道他们要说什么 然后他们果然是什么说的 说得奖呢 从来都不是科学研究的原因 我们做这些研究呢 是因为对研究本身的兴趣 日常的研究工作 都是乐趣的来源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谁能够忍受 几十年的艰苦劳动 而且还是一个 可能失败的劳动呢 他这个说法呢 就让我想起了 Richard Feynman的一个故事 Richard Feynman是1965年的 诺贝尔物理想得主 大家很多人可能都 看过一本书叫做 别闹了菲曼先生 这就是那个故事特别多 那位菲曼先生 这个菲曼呢 他长期在加州理工学院当教授 这个Keep Song啊 当年大概就听过他的课 然后菲曼说过这样一件事情啊 有一家杂志来采访他 一开始大家都聊得很开心 到了最后呢 这个杂志说问一个问题 说菲曼先生 你能不能讲一讲 你生活中人性的那些方面 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把菲曼给惹毛了 他说 你的意思是说 研究物理学就不是人性了 我认为研究物理学很人性 跟旅行 打鼓 或者任何其他活动 都同样的人性 我需要给大家注视一下 他为什么提到打鼓 因为菲曼自己就很擅长打鼓 他是一个鼓手 他在乐队的 倒是去演出 他打得不错 所以菲曼最后给这个杂志 一个温馨的祝福 说我非常人性的希望 你的杂志见鬼去吧 你看 这个故事啊 反映了这个大众 对于科学一种非常常见的误解 菲曼呢 他的这个态度虽然比较冲动 但是所谓话操理不操 所以在我看起来 你应该怎么理解呢 这个好奇心啊 它就是人类的天性之一 对科学的追求呢 不但不违反人性 而且你应该认为 它就是人性当中 最宝贵的一部分 然后我们回头再来看 这个Rena West Barry Barish和Kip Song 这三个人 他们三个人当中啊 在公众名声最大的 大概就是Kip Song了 Kip Song是不是 星际穿越的科学顾问来着 没错没错 他是给这样一部 经典的科幻电影 做了科学顾问 很多人也是因为这个 知道他的 然后果不其然啊 现场就有人问他 关于这个电影的故事 说按照星际穿越的启示 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 进入五维空间 来进行时间旅行呢 这我心里说 这问题问得太没水平 但是呢 其实这样一个问题啊 这个Kip Song呢 还是给了一个 非常正规的回答 他是说啊 其实呢 我们一样就不知道 时间旅行有没有可能啊 如果按照现在的标准理论 那应该是不可能 但是呢 我跟霍金探讨过 如果要使这个时间旅行 成为可能的话 需要对理论 做个什么样的修正 那至于真实的宇宙 是否满足这样修正的理论呢 这我们还不知道啊 这个还需要更多的实验 你看这个 一个非常谨慎的态度 我想这个回答 可能会让这个提问的人 比较扫兴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回答是非常负责任的 因为你确实应该让公众 知道这个科学家是怎样思考的 知道科学家跟艺术家的区别 然后呢 他们最后的时候 展示一张透明片 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那是一个四百年前 佳耶略开始用望远镜 仰望星空的这么一张图片 然后两年前 我们第一次直接观察到了 引力波 所以这个让我心潮澎湃啊 如果我们回到四百年前 当时呢 科学只是一个小小的火种 在宗教和战争面前呢 显得很弱小 但是啊 人类一旦开始这个科学的征途 就绝对不会停息 最终 科学会证明自身 才是最强大的力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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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